一个是按按钮 按按钮的话 当然第一个 这个是基本上我们是在Vision Basic里面 还记得吧 一定要插入一个模组 在模组里面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是Sub OK按钮的话请注意不要选错了 那再来要写什么呢 一定写一个回圈 因为我基本上需要什么 帮我输入到某个范围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其实我们在做这些事情就是 如何去控制 控制什么 控制Excel Excel里面 那所以最基本它的 那个 基本的单位的物件 其实就是那个Sales Sales其实我把它当物件 不过Excel里面是把它当属性 不过这个当然我觉得是相通的 主要是控制什么 控制哪个储存格 所以你怎么去 能够指向那个储存格 那你需要知道这个Sales 它一定是前面先哪一列 后面是哪一栏 那你告诉他 要给他什么东西 给他的东西呢 其实也许就类似像这边的公式 你就给他一个公式 或者给他一个结果 然后他就会帮你把结果给输出到 你需要输出的这个位置 那如果是你要重复做这些事情的话 那你需要跑个回圈 所以4回圈基本上就是告诉他 4i好的列 等于第几列呢 第3列 也许到第6列 当然这个列 第6列的话呢 其实未来可能会需要用侦测的 Ctrl向下 因为呢 将来如果会员字要增加的话 那势必它不会永远是第6列 所以你需要怎么样 用侦测 最下面列在哪里 然后做什么呢 判断一下 如果是男生的话 做什么事 女生的话做什么事 OK 所以刚刚的逻辑大概是这样 那怎么样把程序写出来 第一个 开启Visual Basic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一样是什么 插入这个模组 模组我想应该会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就可以了 那模组的话呢 里面呢 我们要撰写一个 所谓的标准体重的什么呢 这个SUB 就是一个程序 那这个怎么做呢 前面有做过了 插入程序 里面有个SUB 你就输入几个字 叫标准体重 按确定 那接下来他会 这边会空白的 OK 他会给你一个空白的区域吧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SUB呢 他将来呢 如果你执行他 他就会做什么事情 那里面的话 不外乎 外面就是先告诉他说 我希望能够在这个范围里面 哪里 哪个范围一定要告诉他 I等于3到6 做什么呢 如果他是男生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标准体重公式 帮我串接之后呢 乘上1.1 并且输出到 他的哪一栏呢 特别是要是屈栏的位置 OK 我假设是屈栏 那哪一列呢 那就是刚刚有个I嘛 对 I的屈栏 OK那往下 他就帮你 从头到尾帮你抛好 所以前世撰写 因为这个我想 比较算才算简单的程序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好了 那基本上呢 第一个forI等于3 特别是要3到 本来是6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写6就固定了 所以我要怎么样 让它不固定 你可以用侦测的 那侦测的方式 通常是你先指向 某一个 储存格 也许我是B3好了 B3这个储存格 Ctrl向下 那Ctrl向下的动作 取得它的列是哪一列 那列是一个属性 那所以其实 我想这个 你慢慢习惯了 你就打一个range 中间记得 那个range记得 里面是放什么 放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指的就是什么 就是哪一个储存格 所以通常呢 用range的好处就是 我可以指向一个 绝对的一个储存格 OK 然后呢 我向下侦测的话 你打一个1 那这边有个end end指的就是 它这个range的边界 如果从B3去追踪的话 那这边按刮虎之后 它会上下左右 我建议各位是刮虎用选的 不要自己打 因为之前有同学自己打 这个 看起来是没错啦 可是执行就错了 为什么 因为它这边 X这边是L 不是E 就之前有同学自己打个E 就一执行就错了 XL down 然后后刮虎 再点什么 抓到最下面那一列的列 那个列 所以你就打一个ro 点ro 它就会告诉你 你最下面那一列 是哪一列了 那ro这个 你会发现前面有个文件 其实它是个属性 如果是这个是方法 其实一个物件 不外乎就属性跟方法 所以以后你要了解 什么叫物件的话 你可能就要了解它的成员 成员里面就是属性跟方法 那这个 抓到它的ro 那它自动会把6列 帮你带过来 所以3到6 那做什么呢 如果 哪一个储存格 在一栏 同一列的一栏里面 如果它等于女栏 那我这边可以判断是男 你的逻辑稍微改一下 那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我们的居栏的同一列的位置 输出什么呢 刚刚的公式 所以你会发现 特别注意这个 身高我在C栏的平方 乘上22 出1万 你会发现这个公式 跟刚刚那个在Essale里面 几乎一模一样 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差不多 差别是怎么样呢 你需要自己去抓 它现在身高的位置 是在哪一栏 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个 你可以把前面的这个 复制贴过来 然后把这边改个C就可以了 那最后把这个结果呢 它会把公式执行完之后 再丢到居栏里面 OK 如果是女生的话 那就是乘上1.05 如果反之嘛 else OK 所以这边逻辑 记得一定是if 什么条件 then 如果这个条件 中间这个是true的话 就执行这里 force的话呢 执行这里 OK 然后 男生部分 那就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直到没有为止 OK 那我们把它执行过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发现 我先把它 清除的话 其实你另外 额外也可以写一个清除 清除的话呢 实际上可以把 标准体重 这类似的写法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range 用range 或者是用回圈来 来跑都可以 我上面的写法 是一个一个出圈 格慢慢清除 实际上你可以发现 跟这个上面的标准体重 还蛮像的 差别只是怎么样 把那个 这个应该是g栏 把它改成g栏 我先执行这个好了 这个把它移除注解 这个把它注解一下 OK 如果清除的话呢 假设我今天清除 你可以执行这一段 这个是执行 清除的话呢 是把里面呢 塞一个什么 空置串 塞这个空置串 把里面的东西给清掉 里面就没有了 OK 那另外一种写法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一个 储存格的清 另外一种写法 是一个范围的清除 range g3 到什么呢 到 这个我当然写一个 写一个11 不过当然你将来 你可以什么 执行 你也可以写成非固定的 那这种写法的话 把这些先注解起来 把这边先注解 OK 那如果执行这个 你一样可以 可以把它清除掉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范围 如果我这个11 因为我现在也是写固定的 如果你将来要非固定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 这边串接的时候 可以串接一个 它最下面一列 这个把刚刚的11 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边这个 其实就是这个 让它向下侦测 它也可以去侦测到 最下面一列 6 再把它并到6 所以g3到g6 就这个范围 包括怎么样 后面有个方法 叫clear content 所以你点 你会发现 打一个cl cleer是清除全部 就是格式也清掉 其中会有个叫clear contents 它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基本上就一个动作 OK 可以把它清掉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刚刚这个地方 主要是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的话 我希望做出的是 输出这个标准体重 另外一个是清除 大概就这样 那待会再来看一些 也没有 可以让程式更简洁的方法 另外呢 还有就是说 我希望 我不要按按钮 我希望插入 制定函数 那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刚刚讲的那个 相关的公式 还有程式呢 如果你可能打字速度比较慢的 或者是说 对于VBA了解还是有限的 请你参考一下云端白板上面 在问题01里面 也有我刚刚讲的那些程式嘛 全部都有 可以稍微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